大家好 我是洪卓文 歡迎收看股海紅洋 今天的加權股價指數盤中上漲 將近兩百點 那我告訴我問大家 這一邊的行情準備要反轉向上了嗎 其實每一次操作的時候 我都跟大家講一句話 你要有節奏感 你的tempo在哪邊 春跟夏雲秋收東長 每一次 你有沒有掌握到每一次 那個季節轉換的時刻 所以當1月23號的時候 還記得嗎 盤中預估量來到1800億元 短線上過高背離的強勢股紛紛拉回 所以你要小心短線上的回答 就如同我說的 BIOS來到3.69 你就要有戒心 這個是什麼 這是我預告大家說 這個行情準備要反轉 那時候1月23號的時候 是不是在這邊 你看1月23號的時候 就這樣下來了耶 我告訴大家我不是神 我只是用技術分析告訴我的內容 然後市場的氣氛跟你講說 現在行情的整個市場上 你應該要做的策略是什麼 所以操作是有一套公式跟方法的 但是你在這個時候 絕對是極度樂觀 然後來到這邊的時候 昨天這樣下殺600多點 哎呀又變成什麼 極度悲觀啊 然後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融資開始大砍 大砍自己手中的持股 然後人踩人的情況下 想跑的都跑不出來 但是這個最好的賣點啊 你錯過了嘛對不對 其實你都有機會的哦 你都有機會的 但是呢就如同我測標所說的 今天的反彈 今天的反彈其實才是你考驗的開始啊 投資人常常遇到啊 三大困惑 第一個行情你要怎麼判斷 到底這邊是多還是空 第二個你要怎麼選擇你的主流 你主流選不對 就算行情大漲你都不會賺錢嘛 第三個你要怎麼做到你的買賣依據 你的訊號是什麼 你要做到這三點 你才有可能在股票市場中賺錢啊 但是呢很多投資人 就覺得說我只要聽名牌 聽別人講的 他爆的股票就一定是會賺錢的嗎 我告訴你不是這樣子的 我當我在外資圈的時候 我就已經自己在思考 我們要怎麼樣來幫助 幫助市場上的賞戶 我們看到很多很多的公司 很好的公司 很好的公司都被什麼外資所把持 那這一些 這一些金頭髮藍眼睛的人 他們不是跟我們同文同種的人 但是他們卻很知道每一家公司 他們的好處跟壞處啊 那比如像說 昨天跌停板的3008大力光有沒有 昨天是不是打到跌停板 大家覺得很恐慌啊 結果你會發現到誰誰在買的 結果你會發現到 大家都覺得很恐慌的時候 外資居然大買了500多張耶 500多張耶 每個人都不要的時候 反而有人在撿 但是我告訴你 當你發現到的時候 其實已經來不及了啦 你要克服自己的心裡的那一套恐懼嘛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操作的模式跟方法 所以當大盤下跌的時候 當行情在拉回的時候 逆勢當中我們要去找到未來的機會在哪邊嘛 所以呢2月5號的時候我跟大家講過啦 金流選股可以幫我們選出未來的標股啊 那時候只有四檔股票喔 只有四檔股票喔 我沒有跟你講說 十檔白檔有漲的就算績效喔 其中第一檔就是3030的得率嘛 是不是這樣 我不是只有在這邊講而已喔 我在2月5號的時候 LINE AT裡面就已經跟大家講過 這是我們的LINE嘛 2月5號的金流選股是不是在這邊 你有點開來看的話 我相信你都很清楚嘛 那時候可是那時候大盤都是在跌的 你絕對沒有心情去看股票 因為指數跌了200多點嘛 所以很恐怖啊 很恐慌啊 但是呢 行情在最悲觀的時候 就是一個最好的機會 51.5元市價買進 大盤在大跌的時候 51.5元你可以成交 大盤在大跌的時候 大盤是不是重挫 這天重挫200多點啊 你這邊可以看到244點 當時候大盤是重挫244點 但是呢黑暗中才能看見 最璀璨的流星 為什麼這檔股票它可以逆勢上漲 它未來是藏有什麼樣的秘密 是你所不曉得的 是你所不曉得的 所以呢為什麼我們要創造金流系統 我們要給賞戶一個方向 我們要把我在外資圈的經驗 通通通發送給大家 當那時候呢 我們發現說 其實我在外資圈的時候 我就已經知道了 其實外資不只用基本面在選股 他們還會看到市場的司機面跟籌碼面 拿去挑選他們的股票嘛 有錢在買的股票 它才會漲啦 所以呢 當黑暗之中 你在害怕的時候 其實卻是最好買股票的時候啊 但是你卻錯過了嘛 你都一直在錯過 因為你沒有我們的訊息 所以你會害怕 甚至說 我在直播裡面 也直接大啦啦的跟你講 2月5號的時候 3030的得率 是不是直接開牌給你看 當時候我跟大家講說 這個跳空缺口嘛 還帶兩根的大量 它跟誰很像 它跟直得啊 一樣的模式就是一直在複製啊 所以大盤在大跌跟你有關係嗎 我預告的點在這裡嘛 今天在創新高 今天在創新高 指數不是跌了500 600點嗎 不是很恐慌嗎 但是我們在51塊錢買進 到現在為止 你獲利可以達到10%啊 黑暗中才能看見 最璀璨的流星嘛 但是你不要去追囉 你千萬不要去追了 因為我們的Bias 已經來到多少了 20%啦 20%啦 最好的買點你錯過了 你每一次都要來追 操作要有公司 要有方法嘛 所以你知不知道金流 金流它是怎麼用的 我把金流分成量戰三法 它有一個聚集量法 有一個變動量法 有個個股量法 我剛剛使用的是個股量法 我把個股量法呢 做成一套軟體 讓它可以更迅速更快速的去反應市場的狀況 所以你可以很快的尋找出 現在市場上面主流在哪邊 就很像巡弋飛彈一樣有沒有 我在市場上1300多個目標裡面 我可以精準的鎖定 鎖定我要的 資金有流入的那些個股 有錢再買的股票才會漲啊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看 我的十檔白檔也要四季而已嘛 有沒有很好選 四檔股票裡面好 不要再看什麼 3030得率今天創新高對不對 那我們再看一下3217 優雅 大盤不是在跌嗎 大盤不是在跌嗎 它不過也是個橫盤整理嘛 那我們再看4974 亞太 它不過也是個橫盤整理嘛 那5386 青雲 今天還是持續的大漲當中耶 命中率50% 是不是很精準 而且重點是 可以讓你賺錢嘛 大盤在跌的時候 一樣讓你賺錢嘛 誰能夠度過那個最殘酷的考驗 真金不怕火鍊啊 真的能夠度過利空的那一些 操作的方法 才是最正確的方式嘛 所以呢 除了得率以外 你還記得嗎 同樣我們在直播上面 也跟大家講過嘛 1597的值得啊 我說有錢再買 有錢再買 有錢買的股票 它才會搶嘛 那時候訊號出來了啊 第一天出來 第一天出來而已 所以它還是熱的嘛 所以我告訴大家說 它可以買啊 而且它在1月18號的時候 我們在風行操盤日誌裡面 都有跟大家講喔 你要注意聚集量法裡面 告訴我們的 第一個 貴買電子機械 為什麼這個地方 為什麼貴買電機 會有這麼大量的資金流入 那那個資金流入 流入到哪一檔股票裡面去 看看是不是1597的值得 是不是1597的值得 那你覺得說 大盤在跌 這種股票應該要稀哩花啦 我們看一下1597的值得 不過也橫盤整理而已 不是嗎 但是我們的買點在哪裡 在這裡 還記得嗎 波段的強勢股板在短線上 弱勢的時候 這樣子你都還可以賺錢 所以操作是不是要有公式 要有方法 你是不是該撥通電話 去思考一下 如果說你一直都在 股市當中 魂魂惡惡不知所作 你應該趕快拿起的電話 參加一個 懂產業懂技術 最懂金流的團隊啊 我們一直都在建立一個 投資的新典範啊 這樣子很輕鬆很輕鬆 你就可以達到你的目標了 不是嗎 但是你都把事情想得太複雜 太困難了 其實你只要去掌握到資金的流向 基本上你就能夠掌握到 行情的方向了 現在呢已經是一個 打團體戰的時代了 趕快撥通你的電話了 不要再孤軍奮戰 你在孤軍奮戰 只有挨打的份 讓我們成為您登峰的祥島 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古海洪洋助理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